这几天国外有个事离谱到家了 不等我自己搁着生气 必须给大火烙了 你们看这个男的 是巴西一个市长 今年65岁 结过5次婚 16个孩子的爹了 旁边是他新任的妻子 妹子才刚买16岁 49岁的年龄差什么概念 这个市长第一次结婚那年 妹子的亲妈都还没有出生呢 出去这个姑娘在当地小有名气 她今年还在上高中 平时经常参加选美 最近刚才选美大赛斩获亚军 前途大好的少女 嫁给了能当自己爷爷的市长 这事一说 就当了吃瓜群众的猛烈炮轰 面对质疑 这个市长当然说 结婚的是因为爱情 但是大伙反应这么大 这真不单单是因为年龄的事 这婚姻背后的种种巧合 真的很难不让人多想 就是两人婚前几天 当市长这男的 刚好就给岳母安排上了 市里的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女孩的母亲 之前是在市教育局工作 这步子卖的还挺大的 还有去年10月 新娘的姨妈 也刚好在市政规划方面 拿下了重要的岗位 而且这个市长提拔亲戚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闺女儿媳妇前妻 只要是能提拔的 全部都给操作到了政府上班 尤其这两个人婚礼 刚好安排在了妹子 刚满16岁的几天之后 这个戏琢磨还挺诡异的 因为巴西法定婚龄是18岁 但只要江户人同意 就能降低到16周岁 你说江里边大人 升职跟妹子16岁生日 赶一块去了 还主动同意闺女 嫁给65岁的老市长 这前天后我加起来 就让人怀疑 这个婚姻各项是一场交易 更让人不得见的是啥呢 有小道消息说 这个市长之前 前面的妹子的妈约会 后来才盯上了女儿 所以你到底 是在人家多大 做盯上的 我都不敢深想 有网友就说得非常直白 这不就是在卖女儿吗 现在被骂得太凶了 这个市长无奈 退出了自己的政党 也有消息说他已经辞职了 反正戏品这个事 确实挺像同婚交易的 大家可能想不到 这种扭曲的现象 在巴西很普遍 巴西是世界第五的 同婚泛滥国 别说是农村 同婚在发达城市都很常见 但前面不是说 只要监护人同意 16岁可以结婚满 所以导致很多女孩 被家人当作商品 小小年纪去嫁人了 而且巴西的社会观念 会觉得未婚先孕 是在给家里抹黑 但有些女孩 如果意外怀孕 甚至被坏人欺负 怀的原因 家里女性长辈 就得轮番上阵 逼着他们结婚 省得外人嚼舌根子 而且家里边亲戚 继父这些长辈 也不太把他们当人看 随便打骂欺负 不止巴西 咱隔壁的印度 也是同婚的重灾区 同婚新娘 差不多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 美国也好不到哪去 现在就有40多个州的法律 没有禁止同婚 你说十几岁 这是学习和玩的年纪 这些姑娘被迫辍学 养育孩子 照顾家庭 甚至很多因为年纪小 最后因为怀孕病发症 或者难产而死 永远在贫困的生活里边 恶性循环 谁听了不心痛呢 直到现在 全世界每分钟 都会有20多个 未成年女孩被迫嫁人 所以今天这个故事里边的悲剧 绝不会是最后一场